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心痛的高单价设备 常常有很多东西 你可能你设备等级 或者我们今天讲的你的一些材料 买得非常高级 然后结果交代出人手里 然后就这样毁了 举个例子来讲 像我们讲磁砖来讲 基本上花砖是比较贵的 那很多情况的时候 它花砖贴好的时候 来在那边给切切哥哥 这样子 那也没考虑到说这个东西的话 事实上你可以把这个位置稍微做改变一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很有可能是 它在切这个槽的时候 它本身不是从背面切的 所以变成说贴上去的时候 你就看到一道刀痕 那这种东西基本上来讲 就是一个不对的做法 然后再来第三种就是一种情况 最主要讲的就是所谓的卫衣设备 那卫衣设备很多 尤其是像马桶之类的 比较高单价的马桶 或者我们今天讲浴缸的部分 它今天在做 传统做法的时候 当然是用水泥去粘它 基本上这是没有错的 可是比较新进的 比较高单价的卫衣设备 目前大多数都是要采支架的方式 就用固定的方式 可是还是有一些传统老师傅 用粘贴法给你粘 那为什么这些卫衣设备会采用所谓的 我们今天讲的用支架的方法去做它 其实它有几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希望说 这个东西搞不好里面会有损坏 期间会比较损坏 而且它希望是密闭做得更好 所以它是站在一种可维护的观点 去设计这样的一个卫衣设备 那第二个卫衣设备是 既然要维修里面的器材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要能够拿得起来 那拿得起来基本上来讲 就一定是用支架的方式 然后再来外头的部分的时候 它为了它防漏 它是用silicon的做法 就基本上来讲阻绝里面的臭气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是用水 你把它粘起来的话 那你会有哪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就固定了 到时候你要拆下来 整个威衣设备就坏掉了 然后第一个你把它固定了 那你就没有检修跟微氧的空间了 那敲起来拿起来就毁了 那当然就没办法做检查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水泥会产生所谓的红吸管 跟所谓的水化的作用 那红吸管的意思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它有那个毛细孔 它里面的臭气就会出来 所以你就会看到一个脏脏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是用silicon的做法 那你就可以把silicon刮除 大概两三年的时候刮除 然后再重上一个新的 那看起来就永远是那么美观 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今天讲除了水泥会产生红吸管的时候 它会有水化 那水化的话基本上来讲 会把水泥成本带出来 那慢慢它就会有漏 然后味道会渗透过来 那所以说如果说你万一内部零件有问题的时候 它就会渗透出来 可是如果你用silicon的话 你每三年刮除一个新的silicon 那对你来讲的话 这个东西就可以保持很密闭的水风 最后面的时候我们今天讲的 很多高单价的一些位于设备 它通常都是比较苗条 或者说它比较美观 或者我们讲造型优美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架就很容易会产生所谓的倾倒 倾倒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是用水泥的方式 去把它给一个 我们今天讲造型优美东西 粘住的话 基本上它力量可能不足以 撑出那些某些特殊怪癖的使用方式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用支架的 里面用它原厂的做法的时候 它基本上它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说换句话说 如果你今天用湿水泥粘贴的时候 万一其中有一个人 有一些比较怪癖的习惯 像有的人会站在马桶上 这样子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会 发生磁毁人伤的现象 那这些东西就是来分享给各位知道 其实很多人在施工方式的时候 他永远没有学新的做法 那既然没有学新的说 他就用他传统的错误做法 那其实就会浪费掉 这个所谓的高单价设备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物业设计有关 与公社点交的技巧 请各位参考物业管理精英的66个DNA 我们做DNA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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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